李宗盛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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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非常的盡心 不過他在幾年前 已經承道歸空了 他的媽媽是我們現在 北璇宮的接待組組長 那我們現在賴講師 非常優秀的第二代 他也是現在我們 北璇宮運作的第一行政組的 台中 台中區啦 台中區的道路組長 他本身是海巡署的景觀 所以說非常的優秀 在道場當中 也是非常的盡心盡力 李宗盛議員特別請他 將他的心得 所了解的來做一個分享 那我們就來邀請賴講師來 各位點完師各位講師各位前 大家好大家請坐 各位點完師各位講師各位前 大家好大家請坐 後學沾到天安市的白水聖地呢 不休息菩薩大的點完師慈悲 各位講師成全 讓後學今天有這個機會呢 在這邊呢 跟大家呢 共結善緣 幾世以上 五世以上 所以我們自己的根基呢 緣分呢都很好 所以在呢上一堂呢 道師尊貴的課程 梁蔣師有跟我們講很多呢 先佛的顯化 其實呢我們都是呢 劇組的很好的根基緣分 才有辦法呢 這一次呢來呢 拜明師呢 得真傳 遇到呢 三朝呢 大開呢 普渡 好那後學今天要跟大家呢 分享的題目就是 天命明師之印證 好我們首先呢 看到這個前言 首先有呢 任主歸宗呢 血脈 所以各位淺賢 我們今天呢 來到呢 這個法會 那講師素師都會問候 各位淺賢說呢 欸淺賢您好 請問您貴姓 你從哪裡來 那呢就是呢 後學姓賴 後學來自於呢 台中呢 龍井 所以各位淺賢 自己素師都有一個姓氏 所以呢 每一位淺賢呢 都有自己的家族的祖譜 了解到呢 自己的歷代呢 祖先列祖列宗 所以說呢 我們的這個 家族的祖父呢 就是我們呢 在人世間的血脈的歸屬 那今天我們求了道 來呢 拜明師得真傳 所以說我們要了解什麼 任母歸根 了解我們的這個道脈 我們就是今天要了解呢 我們所拜的 當代天命明師 是呢 哪兩位 那呢 既然呢 我們求的道了之後呢 我們就要知道呢 要如何呢 來修道呢 辦道 在人世間的家啊 是我們呢 肉體的家 那這個肉體啊 肉身呢 是借我們呢 居住的 那我們的靈性的家在哪邊 好 那求道的時候呢 這個講解三寶的講師 一定有說呢 我們的靈性呢 來自於呢 李天 所以說呢 我們呢 生從何來呢 就要死從何去 所以說呢 我們的靈性 最終要回到我們的 故家鄉 回到呢 我們呢 老母的身旁 所以我們要呢 任母呢 歸根 好 那這一位呢 是我們的呢 孔老夫子 孔老夫子呢 是距今呢 2560多年前的人物 那呢 現在呢 大家呢 也是怎樣 很呢 禮靜的來呢 啊 恭敬禮靜呢 我們的孔老夫子 那孔老夫子呢 他有這個論語啊 半部論語能至天下 那這一位呢 另外一位是我們的 釋迦牟尼佛 那為什麼呢 現在大家能 還是 還是呢 禮靜 恭敬的禮拜呢 釋迦牟尼佛 孔老夫子 為何成為一代的聖人 釋迦牟尼佛 為何成為呢 一代的佛祖啊 那這些呢 先佛菩薩呢 為什麼能夠解脫呢 身身世世的生死輪迴 而永永遠遠的 復必眾生 保佑眾生 我們看呢 這些先佛菩薩 他們有共同的地方 就是他們呢 頭頂上的佛光 代表呢 他們呢 有拜天命名師 得受這個真傳 使自己的呢 佛性呢 大顯光華 所以佛經上有說啊 讀破呢 金鋼經 念徹大悲咒 眾瓜還得瓜呢 眾鬥還得鬥 不受明師子呢 勇在輪迴受 所以各位賢賢 縱使我們把呢 金鋼經啊 研究的再透徹 念的上千遍的 上萬遍的大悲咒 如果呢 你今天沒有來呢 求道呢 得受呢 三寶 你還是在呢 六道輪迴當中呢 不斷的轉世 所以呢 上一堂呢 兩講師有講到啊 如果我們沒有求道啊 就會從呢 身體上的其他的 左道旁門靈魂呢 這樣子出這個肉身 在呢 四身六道當中呢 不斷的輪迴 所以說呢 我們呢 今天呢 要了解到我們 求道之後 所拜的這個 天命名師 那何謂呢 天命名師 天命呢 就是呢 受至無稽禮天呢 明明上帝之命 明明上帝是誰 就是呢 生天生地呢 生萬物的呢 無生的老母 那我們的老母呢 他有二十字心法 就是明明上帝 無量清虛 至尊至聖 三界十方呢 萬靈真載 所以呢 就是因為有上天老母的天命 這個天命名師呢 來到人世間 所以天命名師就是呢 領受上天老母之命呢 島莊將士 接續道統 代天傳道的佛祖菩薩 所以呢 老母呢 派了歷代的祖師呢 島莊將士 來人世間呢 度化呢 成全眾生 那我們呢 求道的時候呢 所拜的呢 當代天命名師 就是呢 我們師尊師母 那歷代的聖賢先佛呢 都必須呢 拜求天命名師 好像呢 孔子呢 拜老子而有尤龍之嘆 孔老夫子呢 所拜的前六位呢 老師 都不是呢 天命名師 直到呢 這個第七位 拜了老子 才有尤龍之嘆 那太上老君呢 拜師呢 洪君子 釋迦牟尼佛呢 受聚於蘭登古佛 耶穌呢 受約翰施洗於約旦和而開悟 所以各位賢賢 我們看呢 歷代的聖賢 武教的聖人呢 都是呢 要拜明師 得真傳 何況是我們的 這些呢 凡夫俗子 好 這就是我們當代的天命名師 左邊這一位呢 就是我們的師尊 右邊這一位呢 就是我們的師母 我們的師尊是 激公佛佛島莊將士工廠主呢 道號呢 上天下來 曾宇呢 清光旭十五年呢 七月十九日呢 山東濟臨冷 那我們師尊他誕生的時候呢 有兩個呢 意象 第一個就是呢 北京呢 天壇齐年殿呢 受到雷擊啊 齐年殿呢整個齐火啊 那北京整個半天空啊 都呢 洪光滿天 而且瀰漫著這個檀香味 我們來看到喔 這是天壇呢 齐年殿 它整棟呢 建築物的主柱呢 主樑 都是用呢 檀香木呢 所建造而成的 這是它的外觀 這是它的內部 非常的壯觀 那再來呢 就是呢 黃河 我們看到呢 這個黃河的河水呢 是不是呢 非常的穩濁 西式呢 非常的康博 那經典呢 曾經記載呢 聖人初呢 黃河清呢 這是呢 天垂瑞下 所以呢 在師尊呢 誕生的當天呢 黃河呢 竟然呢 成清 就是印證呢 我們師尊呢 他是當代的這個 明師 那我們的師尊是在民國 三十六年呢 中秋夜呢 緣景 享年呢 五十九歲 上天老母赤封為呢 天蘭古佛 就是我們的當代的 明師 我們的師尊 那我們有第二位呢 當代的明師 就是我們的師母 師母是 約會不上呢 島莊降世 子系主 明上述下身 大號呢 上會下明 曾宇呢 清光緒二十一年 八月二十八日 山東散線人 那我們的師母 是在民國 又是四年 二月二十三日 歸空成道 享年八十一歲 上天老母赤封為呢 中華聖母 就是後學 跟各位前寫呢 簡單介紹我們的 師尊師母 那師尊師母的行儀呢 會在明天的 天安師的 與尊師眾道 講師會有更詳細的 跟大家呢 來講解 謝謝 那我們的師尊師母啊 在民國十九年 於八卦爐中呢 統領天命 接續道統呢 帶天傳道呢 普渡呢 山草 那這個書聖的地方就是呢 從師尊師母呢 統領天命以後呢 可以說是呢 百陽祺呢 正式開展呢 普渡山草的這個書聖 就是上渡七天神仙 中渡人間善然信女 下渡呢 地府的幽冥鬼魂 共同擔起呢 五渡山草的重責大任 好 再來 第四呢 有呢 天命名師的印證 有代代名師相傳的道統 我們這個道啊 是呢 天命真傳 之外呢 還有呢 它是呢 道統真傳 所以說呢 我們道統呢 系指呢 歷代祖師 也就是呢 天命名師呢 島莊降世 以系神道脈 我們可以說呢 它是呢 天命的傳承呢 道脈的地眼 一條金線呢 代代的接續 所以呢 老母命呢 歷代祖師呢 島莊降世呢 來到人世間呢 度化呢 眾生 每一位祖師呢 他都是奉呢 天命 奉老母之命呢 而來的 所以我們道統的祖師呢 有呢 前東方十八代 西方二十八代 以及呢 後東方十八代 所以更先前 我們這三大代加起來呢 總共是呢 八八六十四 總共有六十四代的名師 所以在易經中啊 八八六十四呢 它是一個吉祥 而且圓滿的掛數 所以說呢 我們的天命名師 就是到呢 後東方十八代名師 就是我們呢 求道的所有所拜的 激公佛佛 樂位菩薩 那其後的傳道者呢 都是源自於呢 師尊師母 天命的祖父呢 他是屬於了 代理呢 天命名師的這個性子 好 我們看到呢 前東方十八代名師 第一代名師呢 就是呢 福西士 有姚 順羽 以及呢 第十四代的老子 第十五代的孔子 那呢 最後呢 最後呢 到第十八代的孟子 然而呢 由於呢 因緣變化的關係啊 道脈呢 傳至呢 孟子而西遷 事實上呢 這個天命呢 已經呢 透過這個 第十四代的老子 西去 韓國觀 漸漸呢 傳向呢 西方 印度 由呢 佛家呢 繼承這個中風 好 再來是西方二十八代名師 那呢 這個孟子之後呢 道脈西遷 由釋迦摩尼佛呢 掌天盤 為佛家的始祖 那第一代的這個名師就是呢 那有一天啊 這個達摩祖師啊 他看到呢 東方有大聖之氣上升 他知道呢 中國東土將有呢 聖者出世 於是將呢 這個大道呢 傳回呢 東土中國 我們叫做呢 老水呢 環巢 再來呢 有後東方十八代名師 好 第一代呢 就是呢 菩提達摩尊者 傳道的第十七代祖 就是呢 陸祖 我們稱為呢 白羊出祖 那我們的陸祖呢 是呢 彌勒祖是呢 島莊降士 那第十八代祖呢 就是呢 工廠子系祖 工廠呢 是指我們的師尊 師尊姓張 工廠祖 子系祖呢 是指我們的師母 孫師母 那我們的師尊師母呢 為呢 白羊二祖 那也就是我們 求道的時候呢 所拜的當代名師 好 那接下來呢 由道脈傳承錄啊 來印證呢 道針 禮針呢 天命針 的這個一條金線 那道脈傳承錄呢 它總共有呢 四篇呢 訊文所組成的 第一篇是2002年 於台南紀德宮 由達摩祖師 以及佛佛老師所批的 第二篇是2004年 6月20日 於日本東京行德談 北海老人 以佛佛老師所批的 那第三篇 以及第四篇呢 是2004年 12月26日呢 於呢 印尼綿蘭道路中心 由季公佛佛 以及呢 中華聖母 所批的這個訊文 那呢 這個第三篇 以及呢 第四篇的訊文呢 有它的這個殊勝性 如果各位前寫呢 有記得的話呢 2004年 12月26日 在這個世界上發生了什麼大事情 就是呢 發生了這個 南亞大地震 產生了這個 大海嘯 那佛佛老師說啊 若不是呢 這個老母慈悲啊 降下此步呢 道脈傳承路啊 藉由此步訊文的萬丈佛光 抵擋浩劫 否則呢 這場浩劫呢 會波及呢 印尼綿蘭的這個道路中心 就是呢 上天呢 老母慈悲 降下呢 道脈傳承路 來呢 印證呢 這個道童 印證我們當代名師 也呢 來呢 抵擋這個浩劫 那我們看到呢 道脈傳承路呢 第一篇訊文 就是呢 竹圖一 那我們放大來看 那仙佛呢 在批訊文的時候呢 有他的這個妙智慧 他這個本訊文 批完之後呢 還在呢 訊文上面呢 勾勒出呢 竹子的枝幹 還有枝葉 以及呢 葉子 剛好呢 竹子的葉子 形成了啊 竹葉字形的這個 這個訊中訊 正法掩長天命在 三奇普渡一脈開 我們看到呢 這個竹葉的形狀 這個是不是正 正法掩長天命在 這個是三 三奇普渡一脈開 我們可以說呢 這是呢 上天呢 先佛的妙智慧啊 才有辦法呢 批出這種呢 訊中訊 所以呢 正法掩長天命在 是說啊 這個上天有命 正法的傳遞呢 需要有上天的明命 那五教聖人呢 他們是呢 應食應運呢 來各自呢 傳承了教義 而是奉呢 上天老母之命而來 那三奇普渡一脈開 就是從呢 紫慧開天 醜慧辟地呢 隱慧聖人 到現在呢 這個大開三朝普渡啊 青陽旗 紅陽旗呢 白陽旗呢 來大開普渡 都是呢 奉上天老母之命 那再來呢 道脈傳承路的第二篇 是呢 竹圖二的這個訓中訓 有高峰亮節的訓中訓 這邊講道 單傳雙城道統在 道隱道顯順天白 單傳雙城道統在 這是說呢 歷代的祖師呢 有一位呢 單傳的祖師 或者是呢 兩位共同承擔天命的祖師 那道隱道顯順天排 從呢這個 這個大道的明師岸傳 到現在的三朝大開普渡呢 都是呢 順天排 順著上天的這個天命 順著這個時機應運來 補傳 那再來 第三篇是呢 竹圖三的這個訓中訓 有呢 深深不息的訓中訓內容 老水還草絮道賣 應運普傳萬八載 老水還草絮道賣 這是說呢 達摩祖師將大道呢 傳回中國東土 視為呢 老水還草 應運普傳萬八載 這是說白陽期呢 應運多少年 應運呢 一萬零呢 八百年 好再來第四篇呢 是道賣傳承錄的本訓文 那這個本訓文呢 它是呢 將呢 竹圖一 竹圖二 竹圖三 前三篇的訓文的這個 這個訓中訓呢 再給它呢 組合排列起來 產生了這一篇呢 道賣傳承錄 那呢 這邊呢 就是呢 先佛呢 勾勒出呢 母字的這個訓中訓 以及呢 一條金線的訓中訓 這就是在印證呢 後東方十八代名師 是呢 奉呢 老母之命呢 一條金線呢 代代接續 是為呢 天命的傳承呢 道賣的這個 地言 所以呢 母字訓中訓呢 有天命道統訓 就是上天有命呢 道統 需要有呢 這個祖師呢 來接續 那日月雙成載 就是在我們 第十七代祖呢 入屬歸空之後呢 就有象徵日的師尊 以及呢 象徵月的師母 師尊師母來 統領天命 來普渡三朝 那 一條金線的訓中訓呢 就是在印證呢 後東方十八代名師 大家所知道的就是呢 第一代名師是 達摩傳神光 傳到了 第十八代祖 功長子細澤 我們的師尊師母 白水老人父 天命迎如皆 就是在我們 師尊師母呢 歸空之後呢 就由我們的 韓道長 老前人 來呢 代理天命名師 那老前人 歸空之後 就由我們 前人老呢 陳大姑呢 來繼續代理 天命呢 迎如皆 所以呢 這就是呢 我們這個 道脈傳承錄 老實說啊 這篇呢 道脈傳承錄 它是呢 印證呢 道統 有機可循 有訓可參 萬仙坐鎮呢 諸佛呢 為品 所以後學今天 跟各位呢 分享 天命名師之印證的內容 不是後學呢 自己呢 來跟各位分享 而是呢 有仙佛菩薩批的這個訓文 妙訓 來印證我們 當代名師 來印證呢 我們這個一條經線呢 的道統 是一個呢 真理 是一條呢 正路 好 再來第二由 古城御元的天積碑文 就是呢 萬仙住道 先說後運的這個御元 就是仙佛菩薩呢 有這個妙智慧啊 他往往呢 先說呢 後運 讓後世人呢 去了解這個天積呢 所在 所以在 山西省大同府的 古廟呢 七佛寺呢 有這個御元碑文 這御元碑文呢 當時是這樣寫的 就是呢 母定呢 山陽呢 渡人緣 就是老母次定呢 這個山陽 就是呢 清陽期呢 紅陽期呢 白陽期 清陽期呢就是呢 藍燈古佛呢 掌天盤 福西寺呢 掌道盤 道將呢 君王 那紅陽期呢 是呢 釋迦牟尼佛呢 掌天盤 世政文佛呢 掌道盤呢 道將呢 師爐 那呢我們現在是呢 白陽期 是呢 彌勒祖師呢 掌天盤 濟公佛佛呢 約會菩薩呢 掌道盤 道將火宅 它是呢 大開呢 山朝呢 普渡 那第二句呢 是呢 富史西皇呢 降道遠 這個富字啊 在易經中是呢 地雷富挂呢 屬呢 清 就是說呢 清陽期呢 有呢 福西寺呢 來呢 開展這個道賣 那靈治呢 靈出太公 產聖王 靈治在易經中是 地摺靈挂呢 屬紅色 就是說呢 紅陽期呢 有呢 江太公 來產陽內聖外王的大道 那 太來天真伴收緣 這個太字呢 是呢 地天太掛了屬白 那就是由我們的 師尊師母 天呢 這邊指的是誰 指我們師尊的這個 道號 上天下蘭 真呢 是指我們的 師母的名會呢 上樹呢 下陣 就是說呢 白陽期呢 由師尊師母呢 來呢 普渡收緣 接下來呢 有呢 黃河絕體呢 顯出天璣碑文的這個印證 就是在呢 民國27年呢 6月14日 中國歷史大事記呢 有記載呢 黃河呢 絕體 所以我們看這個圖片呢 這個黃河的河水呢 是不是呢 很混濁 當時呢 當時呢 是日據時代啊 有一個呢 林曹之先生 被日軍正召作軍夫 在黃河提案 潰堤時啊 他就發現呢 咦 怎麼出現了一塊呢 這個悲文啊 天積悲文 他就發現啊 怎麼讀呢 都不能通順 所以我們看到呢 這是天積悲文的本文 一般呢 我們呢 讀這個文章 是不是從呢 句子最右上角 往下呢 開始讀 但是讀者讀者啊 就發現呢 怎麼讀都好像呢 不太通順 不太順暢 原來啊 這個天積悲文 它奧妙的地方呢 是要從訓文的 正中央的這個公字 順時針往外念 七字一句 再借一字為呢 下一句的開頭 好 我們放大來看 他的念法就是呢 功長應運領天命 命取哪邊 口 口 船 心應 紅針 道 道呢 我們取呢 他這個手裡面的 字 字我的字 字子 字為 以路會 會取日的不熟 日月如說 不止停 所以呢 整個天積悲文呢 就是從中間 順時針往外念 一直呢 取呢 下一句的這個不熟 來呢 成為這個訓文 所以說呢 後學有把它整理出幾個重點來看 就是功長應運呢 領天命 功長呢 就是這個悲文呢 先佛呢 先說後印呢 來印證我們當代的名詩 是我們的功長 我們的師尊 口傳心印 紅針道 雲集三六中秋夜 人雖元集道有存 只是說啊 我們的師尊呢 他是在民國三十六年呢 中秋夜呢 元集 紫系太陰寄成街 立即立人 天命丹 當我們師尊呢 歸空成道之後呢 這個上天老母 並沒有將呢 天命呢 收回去 持續由我們的這個紫系 就是我們的孫師母 繼續呢 來呢 補助三朝 補開惠明接金線 絲毫不錯天藍盤 惠明是我們師母的道號 那天藍是我們師尊的道號 所以這個天機碑文呢 就是印證我們當代的天明明詩 好 再來第三有 鸞唐仙佛訓文回正 那就是在彌勒真經裡面呢 有講到啊 這個天真收緣掛聖號 等待呢 十字呢 點神兵啊 所以呢 這個 陸主的口傳呢 彌勒救護真經 就是在印證呢 這個 我們的師尊師母 天呢 指的是我們的張天藍師尊 真就是指我們孫樹真 師母 那在呢 抖六天龍宮民國45年呢 所住的這個满海經篇呢 有提到啊 就是呢 天道產發聖脈船 至令呢 三佛呢 半收遠 落海不求天藍度 天藍呢 就是我們的 師尊 濟公佛佛 因為呢 現在是呢 濟公佛佛呢 老師呢 掌這個道牌 如果呢 你不拜呢 濟公佛佛老師為師 不來求道呢 拜明師呢 得真傳 力竭千生生難翻 你沒有求道 就是沒辦法跳脫呢 四生六道輪迴 永不得呢 超生 這就是呢 我們的 道的這個殊勝 好 那再來在聖經裡面呢 也有這個啟示啊 在馬太福音的第三章 有這麼一段話呢 所講的 這一段話呢 是誰說的 就是呢 施洗約翰所說的 那施洗約翰是誰啊 就是呢 耶穌基督的老師 施洗約翰說啊 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 叫你們悔改 但那在我以後來的能力 比我更大 我就是給他提携也不配 他要用聖靈與火 給你們施洗 所以各位先生 這個基督教施洗 是用什麼施洗 用水施洗 我們從來沒有看過呢 聖靈與火 所以各位先生 我們呢 求道的時候呢 典傳師是不是拿起呢 典道香 從呢 母燈 典燃 迎接來自裡天的佛光 如果有呢 陰陽眼的前寫啊 會看到啊 濟公佛弗老師的聖靈呢 和典傳師呢 合而為一 藉由典傳師的手呢 點開我們的玄關一翹 所以聖經裡面的這個 預言 聖靈與火 就可以在這邊呢 得到一個印證 好 那另外呢 這個聖經繼續說啊 他手裡拿著佛基 要揚進他的腸 把麥子縮在骨倉裡 把糠用不進的火燒進 那聖經呢 它是呢 英文的原文 那翻譯的前寫呢 把它翻譯成呢 佛基 把fem翻譯成呢 佛基 所以說呢 fem呢 翻譯呢 就是扇子的意思 所以我們看這個圖片啊 是不是基功佛老師拿著一個扇子 這也是在印證呢 我們當代的名師呢 他手上呢 拿著一隻呢 破扇 這就是呢 這個上天呢 先說後印的這個印證 再來 第四有天命名師呢 普渡呢 三朝的這個印證 就是呢 何謂呢 三朝普渡 就是有天朝 上渡呢 氣天神仙 人朝 中渡人間呢 善男性女 地朝 下渡地府的 幽冥貴婚 這是在呢 青陽起呢 紅陽起呢 是沒有呢 大開呢 三朝普渡啊 這是呢 這個天時天運呢 的關係呢 現在呢 是百陽起 很多的災陽結束 那上天呢 降下很多結束 要收殺惡人 但是不忍心呢 這個 這個修道人 善人 受到結束呢 遇結遇難 所以呢 派名是降世 來大開三朝普渡 道解並降 好 我們首先來看到呢 天朝 上渡 氣天神仙 那什麼是呢 氣天神仙 就是呢 在世的忠臣孝子 傑父烈女 他們在為人的時候呢 做了很多的善功德 那時候呢 玉皇大帝呢 按照他們 在人世間所做的善功 讓他們當呢 先佛的代理神 享受了人間的香火 五百年 一千年 一千五百年 等等不同 但是啊 氣天神仙 他缺少了什麼 就是呢 缺少了明師一支點 所以呢 有技術的限定 就是說 時間到了之後呢 還是必須呢 重新回到呢 人世間呢 投胎轉世 雖然說呢 可以投胎到呢 有錢的人家 但是呢 有錢的人家 很容易怎樣 很容易呢 沉迷自己 不知道呢 要呢 修到半道 那如果呢 一不小心又造下了 許多的 罪過錯 就會呢 墮入呢 三惡道 地獄道 惡鬼道呢 促身道 這樣子呢 不斷的輪迴轉世 所以說呢 現在很多呢 氣天神仙 都是呢 很希望呢 來呢 求道 因為這個大開 三朝幅度的時機啊 可以說是呢 亘古難遇的一個 這個 這麼殊勝的時期 所以呢 第一位求道的 氣天神仙呢 就是呢 雲遊姑娘 那當時呢 大家呢 沒有度過氣天神仙啊 不敢去度化 是我們呢 師母老人家的 瑞智與膽識呢 花了十塊大洋錢呢 所度來的 所以各位賢賢 我們求道的時候呢 是不是有繳交這個功德費 所以說呢 我們呢 在呢 這個古時候的修行的呢 是呢 先呢 修得三千功八百果呢 功果呢 圓滿 才有機會呢 來呢 得受明師一支點 古時候呢 是呢 修而後的 那今天呢 我們是呢 先得道呢 而後呢 修道 上天老母慈悲啊 讓我們呢 先呢 得受呢 這個三寶 能夠呢 拜明師得真傳 然後再來呢 慢慢的來呢 修行 感毛病呢 去脾氣 所以說如果呢 我們求道之前呢 沒有繳交一點 這個功德費呢 兩百塊 藉由呢 這個兩百塊 功德費呢 微薄這麼一點點的功德 我們呢 是沒辦法來求道的 所以說 我們求道的時候 都要繳功德費 所以 七天神仙呢 求道的時候呢 也是要繳交這個功德費 好 那我們的雲游姑娘 由師母老人家呢 渡化呢 來她 給她呢 求道之後呢 她就到處呢 去呢 打幫助道 去呢 聊災呢 治病呢 顯化呢 多多 所以呢後來就有了 上天老母呢 加封為呢 教化菩薩 為雲治般的仙長 好 再來呢 上渡七天神仙呢 第二個呢 殊勝的故事 就是 三國趙子龍的趙將軍 我們都一定呢 知道呢 這個三國戰將勇 首推呢 趙子龍 那趙將軍呢 在三國呢 蜀漢時代呢 追隨呢 這個啊 劉備 立下了很多的 漢馬功勞 有功於國家 所以呢 這個上天呢 封他為呢 氣天神仙 享受呢 人間的香火啊 一千七百年 這個 氣天神的這個氣數啊 所以各位先生 一千七百年 是不是一眨眼就過了 所以呢 趙將軍呢 當氣天神仙呢 氣數即將 借滿之前啊 他就想到啊 如果呢 他沒有來呢 求到呢 得三寶拜明師的話 他還是必須呢 重新投胎轉世耶 還是持續在 六道輪圍當中的輪轉 所以呢 他呢 就趕快呢 到呢 南平山 南平山呢 就是我們呢 激功佛偶老師所在的地方 去跪寇呢 我們佛偶老師呢 三十日 終成感天呢 得為皇聖帝呢 特允 尊允呢 超把 所以呢 南極老先公啊 帶著這個 趙將軍來人世間呢 求道的時候呢 有說到啊 一戒將軍呢 契天仙呢 亦須得子呢 躲多遠 所以各位先生 不只是我們呢 凡夫俗子呢 要躲呢 顏羅王 連契天神仙呢 也是要呢 求道啊 得這個三寶拜明師呢 才有辦法呢 跳出呢 四身呢 六道 所以足見天道之尊貴啊 而等還且坐等賢 不如子龍表成義 跪在平山三十天啊 圍道客頭血破流啊 圍道呢 表現呢 真誠潛啊 這就是呢 南極老先公呢 所呢 批的這個訓文 提醒我們 七天神仙呢 也是呢 要求道 我們呢 人世間的善男性女 也是要求道 所以呢 趙將軍呢 求道以後呢 然後某次封為三天法律院 玉君呢 大將軍 好 再來是呢 人潮中度人間呢 善男性女 我們呢 為人呢 最這個寶貴的就是說 我們有這個肉身 有這個肉體 可以來呢 求道 只要呢 我們呢 主得根基緣分 具主有引保師 替你們呢 引保 佼佼的功夫得費呢 就可以來呢 求道 那求道以後呢 只要呢 還好的呢 任理實修 腳大實地的修行 最後呢 一定呢 可以呢 成仙作佛 有所呢 成就 像有我們的 詩德大仙 詹謙點斷師 正化真軍 林書昭老先生 以及呢 近中元帥 剛才梁講師 所提的 謝點斷師 那這一位呢 是詩德大仙呢 詹謙點斷師 在早期呢 這個大道未明的時候 那我們的詹謙呢 女士呢 詹點斷師 當時是由千人老呢 杜化來求道的 那時候呢 老千人千人呢 民國呢 三十七年來台灣呢 開往慘道 在斗六呢 青年照相館呢 設了這個佛堂 但是當時呢 官考連連啊 政府呢 查契呢 我們這個道場 所以青年照相館呢 佛堂呢 難以維持 那當時的詹謙女士呢 就跟呢 老千人跟千人說啊 可以把呢 青年照相館佛堂呢 搬來她的家中 就是呢 泰河旅舍 那呢 後來呢 佛堂就搬過來 在當時呢 斗六呢 是一個呢 鄉下的這個地方啊 當地的道清呢 只會呢 聽台語 那我們千人老啊 他是從呢 大陸的來到呢 台灣 那千人老呢 講道呢 都是用國語講的 但是很奧妙的是呢 詹謙女士呢 她可以替呢 千人老講道的內容 給她呢 翻畫 幫呢 錢人老呢 講道的內容 從國語翻譯成呢 給台語 讓當地的道清聽 那後來呢 詹謙女士呢 她呢 為道呢 這樣子的犧牲奉獻 就由錢人提拔為呢 典傳師 那我們詹典傳師 是在呢 民國五十四年 十一月二十日呢 歸空成道 那詹典傳師 歸空成道的時候呢 是身軟如眠呢 面目呢 如深 而且呢 東部挺師呢 下部呢 腐臭 這是我們求道的一個殊勝的地方 那如果沒有求道的人啊 一般呢 身體呢 都會呢 僵硬掉 不像呢 我們有求過道的前選 他是呢 身軟如眠 那詹典傳師 成道以後呢 他的這個靈堂啊 就設在呢 太和旅社的這個大廳 那這個旅客啊 來來往往啊 就看到呢 詹典傳師呢 坐在呢 旅客大廳 以為呢 這個老太太啊 在這邊呢 睡覺 就走過去啊 就跟呢 典傳師說啊 老太太啊 如果你呢 晚上累了想睡覺 就回房間休息吧 那有的旅客呢 以為呢 這個詹典傳師在坐壽啊 就說啊 老太太 恭喜你啊 祝你呢 福壽呢 綿延啊 所以我們可以看這個照片呢 詹典傳師呢 歸空的時候呢 可以說是呢 慈美呢 散目啊 非常的祥和 好 再來是呢 正化正君 林書昭的老先生 那林書昭老先生呢 當時呢 的這個重修堂啊 是呢 後天的卵堂 供奉著官聖帝君 那林書昭老先生在民國呢 40年的時候啊 覺得啊 以求神問卜的方式呢 不如呢 救人靈性 慧命來的書聖 所以在40年呢 就把呢 後天短堂 改為呢 先天的這個佛堂 作為呢 老先人前人 渡人弘道的這個法船 那在民國47年呢 就把整個重修堂的房地呢 捐獻給我們這個道場 所以各位先前人如果有機會的話呢 我們呢 真的可以去抖六呢 重修堂呢 走一下 是我們呢 發一重的呢 老前人前人呢 開到來台開灣呢 第一個呢 發跡的這個地點 那呢 我們林書昭老先生呢 他也是這樣子的苦修苦練 跟隨著老前人前人 最後呢 上天呢 封他為呢 正化正君 帶給當地的道青呢 很大的鼓舞以及呢 信心 再來就是呢 謝點團師 剛才上一堂呢 我們梁啞師 有跟大家介紹 上天風圍呢 盡中元帥 所以說我們道場呢 有這個大仙傳 發揚修士呢 名標天榜 所以剛才後學跟各位分享的三位呢 這個點團師呢 他們呢 修道的一生的經歷 都是有摘入在呢 這個大仙傳 供呢我們呢 擺養修士的來參考 所以說 我們呢 只要好好的任禮實修 一定可以怎樣 一世修呢 一世成 擺養修士呢 我們都可以呢 名標呢 天榜 再來呢 地朝有下渡地府的 幽冥鬼魂啊 就是說呢 早期呢 這個大道才剛開始的時候啊 上天老母指呢 渡生不渡死 也就是呢 渡人呢 不渡呢 鬼神 後來經由呢 山觀大地 以及呢 地藏古佛的慈悲懇求啊 老母呢 才大開呢 三朝普渡啊 所以呢 地朝呢 下渡地府 幽冥鬼魂呢 有這個朱鳳蓮 後學就來講他的故事啊 朱鳳蓮啊 他是呢 屏東人 在他十歲的時候啊 他的後母呢 就叫他去呢 井邊打水 那我們知道啊 十歲的小女孩啊 這個身高一定呢 很矮小 打水的時候啊 一不小心就 掉到了井裡啊 他的後母呢 看到呢 這個朱鳳蓮掉到井裡 竟然呢 沒有去呢 救他 反而是用呢 沙子石頭呢 層層覆蓋 所以朱鳳蓮就做了 游魂啊 一命呢 呜呼 那後來呢 土地公發現呢 朱鳳蓮的這個魂魄 就把他呢 帶到去 帶到呢 地府 那地府的研讀網啊 看他的這個 生死部啊 生死的日期 知道呢 他呢 三世呢 為你做了很多的善功德 所以就賜給朱鳳蓮什麼 一朵呢 白蓮花 讓他呢 可以到呢 赤童的崇信潭研究班呢 聽經做一個善魂 那朱鳳蓮呢 聽呢 研究班的講師講說啊 現在是什麼 大開山草普渡 上渡呢 氣天神仙 中渡人間善男性女 下渡地府的幽冥鬼魂啊 就跟土地公吵著說呢 他也要呢 求道 他也要呢 拜明師 那土地公說 你是一個鬼魂 怎麼能夠呢 求道呢 就跟朱鳳蓮說啊 你只有等到呢 法會的時候 朱天仙佛呢 萬仙菩薩呢 都會呢 道談戶法 你呢 一看到呢 救苦救難 大慈大悲的這個 觀世音菩薩 你就去呢 寇求呢 古佛慈悲 所以後來就有呢 我們的南海古佛 帶著朱鳳蓮去呢 寇見呢 中天玉皇大帝 那玉皇大帝呢 就下了一道 玉子呢 命呢 南極老仙翁呢 現身呢 帶著朱鳳蓮呢 現身仿道 民失敗 所以在民國 五十九年 元月二十四日呢 領中天玉皇大帝的玉子呢 來仕同崇信坦 法會呢 來借窍 那朱鳳蓮呢 借窍之後呢 就呢 叩求老仙人說啊 老仙人您慈悲 我是有帶著這個 中天玉皇大帝的玉子 要來求道的 那老仙人就說啊 你就做一個呢 善魂仙渡仙呢 鬼渡鬼 那朱鳳蓮呢 就再三地啃求說呢 是玉皇大帝呢 讓我來呢 求您的 老仙人就說啊 你就呢 讀這個玉子吧 我們來看這個玉子 金上蓮花劫又白 赤與善魂小女孩 鳳蓮無故來受害 被陷井內食可哀 遭受殺食蟲蟲蓋 魂斷冤情不解擺 小小年紀遭虐待 魂無所歸亂徘徊 念其前生功德在 玉皇大帝有主才 至令先往聽交代 領其鳳蓮下凡來 現身仿道明失敗 免坐遊魂苦難哀 叩求前人莫曼代 指示明路回天台 所以朱鳳蓮念完玉子之後呢 老仙人就問她說啊 你有沒有呢 銀寶師 家裡呢 有沒有其他人 那朱鳳蓮就說啊 她呢 家裡呢 沒有人了 那呢 老仙人就要她呢 退敲呢 離開 幸好此時呢 胡柏老師呢 介紹靈壇 證明呢 朱鳳蓮呢 所緣不虛 後來呢 由兩位呢 道卿做她的銀寶師 讓她呢 順利可以來求道 那朱鳳蓮求道以後呢 上天老母呢 赤鋒為呢 這個鳳蓮的公主 好 第五呢 接下來是呢 代表天秘明師的這個傳道師 就是在於我們 師尊師母歸空之後呢 之後的這個天秘明師 都是屬於呢 代理天秘明師的性質 首先由我們的眾生的導航 老前人 她姓韓明恩隆 浩宇林 至傑親 至號呢 白水老人 河北省林河縣人 生於呢 1901年 於1995年呢 歸空成道 享年呢 95歲 那上天老母呢 赤鋒為呢 白水聖地 那我們的老前人呢 是在呢 民國呢 69年6月15日呢 老母有來呢 慈悲批訓 那老母為什麼來呢 批訓呢 這是因為呢 民國 64年 我們呢 當代的民師師母呢 老人家她歸空呢 成道呢 腳趾 所以呢 老母呢 在69年來批這個訓文 要我們的老前人 戴耳師 傳天命呢 眾生 普渡 所以說呢 老前人呢 是由呢 老母來批訓 要他來來繼續呢 代理天命 那在民國73年呢 歲世加十年 與呢 嘉義慈善堂 懺悔班 我們的這個 中華聖母 有靈壇 來批這個 一盞燈籠造酒桌的 這個廟序 我們把它放大來看 一盞燈籠造酒桌 但願眾生找回頭 與靈根源 雲露伴呢 欲修欲台 扶酒佑 明德亦須多珍重 五福祥珍 照耕有 一根扁淡乾坤條 復命成間呢 度圓愁 就這是我們道場 很珍貴的 五福呢 祥珍圖 那與靈指的是 我們的老前人 雲露是指 我們前人老 就是由我們中間這一位呢 白水聖地呢 老前人來代理天命 明師 那呢 前人老呢 來呢 附著老前人 這一位是 齊前人玉修 後來承道為 智德大帝 這一位是 張前人玉台 後來承道為 德惠菩薩 這一位是 劉前人明德 後來承道為 會員大帥 這就是呢 五福祥珍圖 就是中華聖母呢 來了批訓 再來是 我們永恆的舵手 前人老陳大姑呢 惠紅針 自營爐 道號圓針 河北省天津四人 生於1923年 於2008年呢 歸空成道 享年呢 83歲 上天老母呢 赤風為呢 父修習菩薩 那在呢 民國呢 83年5月的時候呢 老前人在世的時候啊 曾經呢 祖父天命給前人 老前人就對前人說啊 我的年紀大了 以後呢 你就呢 自己呢 舉財放命吧 那前人呢 很驚恐的說啊 只要呢 老前人領導在 無論呢 什麼地方的人 要領命 一定呢 恭請領導呢 直接去放命 那老前人就跟前人說啊 我叫你這麼辦 你就呢 這麼辦吧 前人呢 於是呢 跪下來 來跪接老前人 天命的祖父 老前人呢 心情很愉悅的說啊 祝你呢 一路呢 順風 好 接下來是 聖誕天命的前人 好 這是因為呢 我們的 老前人在 84年呢 歸功成道 所以在隔年 85年 於日本天衣公的 這個 複習班 我們呢 激功佛博老師 當代的天命名師 就借俏靈壇 親自傳燈給前人 告訴前人說什麼 我的責任呢 交給你 你要讓大家呢 得到呢 這個光明 象徵著這個 慧命的傳承 象徵著由我們 前人老呢 來代理的天命名師 好 接下來是 民國97年 4月20日 春季大典 這是因為呢 我們前人老呢 在97年 元月7日呢 歸功成道呢 回天 腳趾 所以老母呢 來批這個訊文 老母說啊 成白水 祭針兒 一條金線 紅針兒 以腳趾呢 連品風圓 那紅針兒呢 就是指了我們前人老 前人老呢 回天腳趾了 那在里天 蓄領導眾的兒女 和兒女 當知曉呢 此事任間 就有呢 前人老呢 繼續在里天呢 領導著我們 八一從德 那上天並沒有把呢 這個天命呢 收回呢 禮天 由前人老呢 我們成大姑呢 繼續呢 來領導著我們 讓我們 發一從德的會命呢 能夠呢 永昌 流傳呢 萬事呢 萬代 好 所以呢 結論 那這條呢 殊勝的大道呢 已經呢 有呢 這個 六十四代的名師呢 為我們見證 所以各位姐姐 我們今天呢 求道了以後呢 就是要呢 好好地來呢 任理實修 要去體悟道 我們這個道呢 是呢 道真理真呢 天命真 它是呢 一條金線 是一條呢 真理呢 正路 所以呢 我們呢 真的要好好把握這個機緣 因為啊 千年鐵樹呢 開花域 做過普渡呢 在玉南 如果我們不好好把握這一次呢 修辦的機會呢 來世在成為人生的時候呢 到那時候呢 有沒有道可以求 那有沒有呢 這個名師可拜 那就不見得了 所以我們真的要好好把握呢 當下 修道就是把握當下 好好的呢 任理呢 實修 跟隨著我們呢 道著這個一條金線 好 最後呢 祝福各位錢賢呢 身體健康呢 盛煩如意 講得不圓滿的地方呢 叩求呢 先佛呢 慈悲赦罪 再請超時講師給後學補充指證 謝謝各位錢賢 好 謝謝賴講師 好 大家請坐 感謝賴講師 給我們講得非常的詳細 有沒有聽清楚 這個可以證明我們師尊師母 領受老母的天命 普渡三朝 都有在在的一個證明 也是證明這個道真理真天命真 那我們現在下課休息十分鐘 再回來教室上下一節課 謝謝各位錢賢